有人问过你这个吗 质疑一下 吴子玄好像脸上动过 有人问过没有 特别多 尤其是这一次三家激情畅想之后 所有我的微博也好怎么样都说 子玄你肯定是整容了 整了吗 整了吧 那个双眼皮也没整好 完了下巴也没整好 鼻子也整 然后我就 我就好想跟大家说 我在我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整了 这意思就是说 肯定是 就是纯天然 只不过那个时候比较胖 说我 我觉得吧 现在整容了也没事 对 很正常的事 就是 我干嘛非瞧不起人家 再说我也整容 我说什么的 你说的哪儿啊 你这一样 孩子 快找他们退钱去 我 我整容 我修得起 啊 像我一跳 太过整得容 其实来说 尤其是做演艺界来说 稍微动一动 我觉得有情可原 很正常 对 但是我 因为我特别怕疼 就是人家碰我一下 我就特别怕疼 就更别说整容了 打麻药的 全麻四十天 四十天 我还能醒过来的光 起来照镜吓一跳 我上哪儿去了 等解冻了就好了 来我们接着看照片 还有 还有吗 还有 好 这烧饼整容之后 这是我 这眼睛肯定动过了 你看是不是好可爱啊 把双眼皮风筝带一瓶了 对 这下巴也点了 还有别人吗 哎呦 小四 小四点是手术师傅啊 这把脸没有了 哎呦 哎呦 这谁啊 好帅啊 当姐夫 姐夫肯定做了拉皮 因为他 做拉皮还太黄昏了 这天没睡醒 哎 再来 哎呦 还有这脑袋是的 大脑子这一段 不敢相信是他了 对啊 这皮肤少的 还有没有 哦 哇 其实之前几个月 半年前 郭麒麟是 是这么瘦了 你这么小帅哥吗 而且我发现 他跟我有一个 就是共同的特点 兔牙 哦 都有 特别像 对 就是我们 烧饼这个厉害哈 哎呦 大拜托你这是 大拜托 太好 我们看看 还有照片没有 哇 哇 哇 这是超级巨星吗 李连杰 我原来是李连杰 李连杰 对 岁数大了 岁数大了 这个女孩子都怕胖 减肥你有没有试过 我最胖的时候 是一百三十 筋朝上了 朝上多少 四百 是朝上 朝上这多了这 五千斤也是朝上 一百三十到一百五十之间吧 还可以 看到一百五 估计就是 所以我公斤 三百斤 那就可以了 其实是蹲 那个时候是一米六八 现在是一米七三 你的颗头还能长啊 对 内身高 这一瘦了之后 这点肉都跑到脚底下了 是啊 脚垫啊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试过很多种的减肥方法 我不夸张地跟大家讲 所有你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减肥药 减肥方法我全部都试过 不不不不 真的 抛肥还没折腿 到最后实在是没折腿 没有 什么都吃完都不行之后 我去健身房运动 后来发现那个是特别好 而且在健身房运动完之后 我回家 我还会保证一个小时的运动 转胡拉圈啊 跳绳什么的 他们说转胡拉圈 对捡肚子生肉特别好使 对 而且我是属于医生说 我的肋骨跟这边就是很窄 所以如果我要显得腰瘦 要么然就是硬瘦 要不然就是抽掉肋骨 那做不到了 对 所以就是 也就是通过转胡拉圈 让自己的腰稍微收 这个通过转胡拉圈 瘦了多少斤 瘦到现在是100斤整 100斤整啊 对 哇